你给我做鱼吃 我来给你下雪 这就很公平了 景秋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你又回来干什么 我让前辈送你离开 是为了权宜致尽 我留下来 慢慢找机会逃出去就好了 你出去还要救你娘 你怎么能这么忙中地回来呢 难得你一次跟我说这么多话 你还笑得出来 我跟前辈都说好了 一个走一个留 现在倒好 我们两个都留在这儿 亏大了 不亏 幸好我们遇见了 否则我们都被骗了 因为我之前也跟前辈 做了个交易 你走我留 所以 什么 亏我们之前还那么相信 他说的话 看来不用我说 你们也都知道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舍信用 既然如此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跟在我身边供我差遣 我指点你们 这个机会 可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 多谢厚安 只不过我们能力不足 无法胜任 还请让我们离开 不是抬局 我黑风神宫 其实你们想走就走 杀 拍fi 宫 是 有 其实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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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全投追 是 是 走 报告公主 没有发现 报告公主 没有发现 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其他人给我继续搜 是 短时间内 他们是进不来了 雪莺 那个蒙面人到底会是谁啊 他一直戴着面具 是不是害怕我们把他认出来 这个人不简单 这黑风神宫 我感觉有很多很多秘密 我们得好好查一查 不行 这太危险了 眼下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 赶快回到长风学院 把崖底的一切告诉师父和元老们 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口 拷费 公子 是 急 不 不 不 负责的宝贝 这么好的东西得好好放起来 看样子 这是个修炼密室 而他 显然是没有修炼成功 这个人的能力应该不低 莫非他再次修炼 是为了突破超凡 我们一直找不到出去的路 或许只有超凡生命体 才能从黑风崖地走出去 难道一定要成为超凡 才能出去吗 雪茵 你没事吧 雪茴 雪茵 怎么样 好点了吗 我好多了 刚才在运工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人 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包裹着 它让我内力提升 刚为你疗伤的时候 你感觉到了没有 感觉到了 这一定是刚刚发现的悬兵的效果 我刚才感觉 有股特别强大的力量 就像是 就像火山遇到了海啸 没错 而且我感觉我好像领悟了些什么 那是定是悬兵的功效了 我们这样算不算 因获得福啊 景秋 谢谢你 要不是你刚才 我已经 雪莹 你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别太心急了 刚才下雪的时候 我就想起雪莹令 想起青石 总数五通三数 来 放了 哇 好香啊 哇 好香啊 就放了啊 来 坐好 看着就想吃 来 洗洗手 来 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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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啊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以后 让我来为你下雪 可是那悬兵是多么宝贵 你这么用不就亏了吗 你给我做鱼吃 我来给你下雪 这就很公平了